第一个我们做 这个题目各位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大概长得这样 就是这个是完成的画面 那还没完成的话我们来看 这边有个住专 领主 办事员跟助理员 前面这四个工作表 基本上 他要做的事情都一样 就是算他的单位 主别深等 还有这个 这个空白地方 当然将来要向下填满 也就是说总共会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栏位的公式 要你完成 然后呢做完之后你可以向下填 不过如果说你有四个工作表 其实长得都蛮像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干脆按去的键 可以把这四个一起选起来 一起选之后再一起做 好处就是说你做一个 它位置都一样 你会发现它位置都一样 那你就做一个就是做好一个 向下填满之后 其他的也做好了 那你不用傻傻的就做四次 做一次就好了 OK哦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那如果你要取消 你取消这个选举 你可以点旁边一下 这个就取消 所以四个一起选怎么选 按旭的键 再点助理员 四个都选 那怎么取消呢 再点其他的工作表 它就取消了 这个是选一个 四个都选按旭的键 那里面的话当然 有关的对照表 都会是在那个哪里呢 后面等级 比如说等级里面有分成什么 它如果烤鸡是优的话 那95分 甲乙 那可能另外还有一种 另外的烤评 就是说如果打A加 也是95 其实A加就等于是优 然后呢 那个甲的话 等于是A减 但它还有其他的这个等级 所以如果你要查 假设它打这个等级是几分的话 那你可以用V的函数去查表 OK 那单位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101的话 是这个单位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 你可以发现 在编号里面的第几个 123 345 它实际上就是它的单位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知道就是它的单位是哪一个 有没有这边它有它的编号 那编号如果是第345的话 3到5码是单位 那当你如果说你不会用更快的方法 变108 你变成怎么样 你必须要到单位里面找到108 然后把这个栏位里面的资料 把它复制之后 贴过来 有没有 这找到总 它的单位 343的话 也是在单位里面33343往下 这个 你Ctrl C 然后再切过来 再贴上 那如果你是这样在做事情的话 里面编号有多少个 40几个 然后总共有4个工作表 我看你这个要下班可能很难 很难 下班要把它做完 是很难 所以用什么方式来做呢 当然要用 这边有两个函数很重要 一个是如果找到第三到第五个字 第二个是如果去查询 它在哪一个单位 OK 那其他还有组别 升等等等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按照顺序来完成 一 开启这个人事考评系统 所以这个是跟人事资料的处理有关系 所以将来如果你做的工作是 人事相关工作的话 这个其实它都还蛮好用的 等级的话呢 它是属于难 刚刚那一题是义 所以各位要点心理准备 这一题确实比较难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总共其实就4道题 1 2 3 4 OK 那第一个我们先把第一道题先做 首先的话呢 单位 组别 升等 栏位 依据编号 OK 所有相关的讯息都在编号里面 那利用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是V路卡函数 一个是MID函数 然后呢把最后的结果呢把它查回来 那特别它就提示 升等栏位是利用Value函数 所以这边总共会有三个函数会用到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第一题 切到那个我们的这个范例题 先把助专到助理员先按SHIP键 先把它选起来 选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该怎么查 那首先当然你要给 你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查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就是先插入一个函数 我要先抓到第三到第五个字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先用文字函数里面的MID 这个函数我们前面应该有用到过吧 这个函数 有印象吗 没有 OK 没关系 反正它主要的用途 就是说根据你现在编号里面 按确定好了 所以你第一个它问你说 那你要切的文字在哪里 就是编号 第二个问题说 那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切 一二三 第三个字 有没有 要从这108的 那第三个问题说 那你要几个字 一 三四五 三个字 这个时候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就会帮你把 有没有 这个的第三个字 就一开108 三个字 自动帮你抓到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你当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它就是108 OK 不对 再一次 OK 一 第三个字 抓三个字 理论上这个答案是对的啊 108 按确定 它说什么 建筑的公式有错误 还是因为我是选了四个工作表 我们把这个先取消掉 我看一下这个单位 位置都一样 还是因为我刚刚有做了复制贴照 我把这个先把它复原一下好了 那一样 需不需要按住这三个 那先用一样 反正就是用MID 就是从第几个字取几个字的意思 所以第三个字 取三个字 108 按确定 好 OK 没问题 那可能是因为格式的关系了 好 第一个单位108没错 但是问题它不是要你看到108 它是要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一个 有没有 就是说108到底是哪一个单位 那这个有点像查表 我的单位代号在后面 在第一栏 那我要把他的108的第二栏带回来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将来会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你可以用 就是 就是这一个刚刚查出来的这一个把它剪下来 等号不要剪到 用记得哦 用一个让我们查询的那个函数 叫检视与参照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最下面一个 叫V路卡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们之前有用过 对不对 应该有印象吧 在应该是在104题吧 里面不是查那个 我们的什么 那个课程的代号 有没有 它几个时数嘛 对不对 那其实到底差不多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 他问你说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刚刚这个东西把它贴上 查108 OK 第二个问题 他说那你的对照表在哪里 好 那我们就切到哪里呢 切到单位里面的 这个范围给他 那记得栏位名称可以不用选到 A2一直往下选 选到哪里呢 选到这个范围 那当然它里面呢 会自动帮你变成单位 因为好像它里面已经帮我把名称定义好了 这个里面的话有个单位 这个是已经内建好了 那你可以用选的 或者是说你可以选单位 单位意思就是说 在单位里面这个对照表 好 那再来他就问你说 那你查到 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那请问一下 你要带回来是哪一栏呢 那我们要第二栏 那比对方式是要完全一模一样呢 还是要找接近的 如果要完全一模一样 就输入零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输入零 OK 按个确定 好 有没有 总行审查簿 点两下 全部都做完了 OK 那够快了吧 这样应该比较快很多吧 如果你用图法列号来做 我看你要下班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下班 那这个是必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第一个先利用MID函数 做什么呢 把108先抓出来 第二个利用V2函数 去找什么 找108在单位里面 它的第二个栏位 是什么名称 那查出来就完成 OK 第一个就完成 第二个的话呢 组别的部分 在后面一样有个组别的对照表 如果是A 那就是一般银行 这个业务组 那你可以看到 在第几个字 1234567 第七个字有没有 取一个字 一样去查什么 查组别就好了 所以做法是一样的 那我们一样的方法 插入函数 对不对 一样先抓出A的位置 所以我们先用那个什么 文字里面的MID函数 MID OK 那抓什么呢 抓那个D 就是这个文字里面的 第几个字 第七个字 要几个字 一个 一个字 当然你不要急着按确定 你可以先看一下 抓到的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是 那公形你按确定就完成 A 但是不要不是A 因为主别里面要抓回来这个 所以一样的方法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先剪下来 插入函数里面 其实找最近使用过的 有没有最近使用过 他也会再把V的函数调出来 然后把刚刚的A贴在这里 插表插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按F3 主别部分 他名称已经帮你定义好了 好 那查第几栏回来呢 如果你不知道 这边主别点一下 12 12 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那我们要第二栏带回来 然后比对方式要怎么样呢 完全一样 0 0就好了 OK 好 按个确定 点两下 全部做完了 OK 所以当然你要用对方法的话 你会发现工作非常愉快 但是你不会这个方法的话 可能你要能够准时下班 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其实很多工作里面 我发现办公室很多人 函数真的很弱 所以他每天真的很忙 但是他其实都瞎忙 根本就是函数做完之后 他事情又做完 可是他不会啊 怎么办 在那边慢慢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真的是 所以他效率不提 效率是没办法提高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去根据这个里面的资料去切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升等部分的话 第一个当然我们是利用那个 一样抓第一个字 那其实抓第一个字 你不一定用那个MID 你用LAT也可以 有一个函数叫LAT LAT是左边第一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在云端上面 也有放那个怎么做 所以刚刚那个画面上面 这边都有显示 一 这是第二个 组别嘛 那第三我看 第三我一样用MID 第一个字 第一个 或者你用LAT也可以 那如果用MID 我就全部用MID好了 OK那这边的话一样 最近使用过MID 抓什么 抓这个编号里面的第一个字 取几个字 取一个字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回来的东西 它会是一个一 但是这个一很特别注意 这个一跟上面的一 看起来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 没有吗 再看一下 除了双以后 还有其他不一样 没有啊 前后有双以后 OK这个没有嘛 对不对 其实你会想说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问 这个一指的是文字的一 这个一指的是数字的一 文字的一跟数字的一 在Excel里面呢 它就是把它当成不一样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 但实际上是不一样 这个观念很重要 为什么会这样问 所以你按确定 它是文字的一 那你升等里面特别是用 我比对的时候 这里面一有没有双以后 没有 所以你会比对之后 假设了 比如说我升等 一样嘛 把这个东西剪下来 那跟刚刚一样嘛 插入一个最近使用过的一个VLUK函数 那插什么东西 插的就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插1对不对 那Table Array呢是升等 所以按F3 找到那个升等 插回来第几栏呢 不知道没关系 有没有要放这边 1 2嘛 OK 然后就是输入的是第二栏 然后完全比对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1有没有 跟这个1哦 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呢 它会找到什么 NA NA是什么 Not 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换成数字 对 没错 那题目里面有讲 怎么换成数字 VALUE 所以很简单嘛 那怎么加那个VALUE上去 其实最重要是 你在这个MID函数 一样 我们在MID的外面 包一个VALUE 现在是1对不对 是文字的1 如果你打一个VALUE 跟那个题目上面讲 那个VALUE 前刮弧 有没有 后刮弧包在最后面 这个时候请各位看一下 它的1变成什么 数字1了 这个时候你去比对的话 才会比得到 所以升等就数砖 全部就出来了 OK 那这个完成了 再来的话就是 接下来加权分数 这个加权分数占的是 百分之六十 那所谓的百分之六十 指的是什么 这个考核 考核的成绩来自于哪里 考核成绩 那你会发现这个 91年度跟92年度 它是优甲乙 总考评变成什么呢 变成A A加A A减 那这个三个成绩它要怎么样 把这三个成绩 要能够平均在一起 所以你特别注意 当然这地方这三个成绩 可是这不是成绩 这只是一个文字 那怎么样把它转成成绩 一样嘛 你可以在那个等级里面 把甲变成巴数 把A减变成巴数 那这个就工程浩大了 所以要怎么做 首先当然第一个 我们把题目稍微再看一下 题目里面加权 加权分数的话 考核分数是Average 平均有没有 用Average计算 91 92 即总考评 就三个成绩的平均值 那这个当然你不需要 一次要把它全部做对 可能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可以分成 两个阶段来做吧 那这边有提示用V路函数 那我们先查什么 先查第一个成绩 这个91年的 那怎么查 一样嘛 就是利用什么 X路函数 甲怎么查 V路函数 查什么东西呢 查甲 在哪一个Table Array呢 按F3 那是考评还是考基 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 考评吗 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 你可以先选一个 这个时候移开 再移回来 它会帮你怎么样 跳到这个 这个应该是考基 这个是考基 那第几栏呢 一定是第二栏 一定是第二栏 比对方式呢 完全比对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完成之后 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查出来的话呢 它出现什么 NOTS AVAILIBLE 那甲 应该是考 这个是考 这个应该 选错了 应该是考基 没关系 F3 再一次 考基 好 出来了 八属 甲是八属 按确定 好 那这个时候 只有一个成绩 所以我们可以 怎么来平均 其实可以把这个 拿来 做什么 减下 然后用它来做什么 来改嘛 因为这个是这样的公司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把这个改成什么 F改成G嘛 那这个呢 这个改H嘛 还有呢 COPY 对没错 这个改一个 所以 也就是说 如果我要把这三者 平均的话 那我就是直接 把这个先做出来 然后呢 再把它做一个 三者做一个Average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这么长一串 你可以把它除以三 也是一个方法 那做法上面的话 就一个 加一个 再加第三个 先把它怎么样 刮五 先加 再除以三 把它平均 所以我做给各位看 一 先做一个 第二个的话 加 贴上 对不对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G 有没有 再加 再把这个改成H 然后呢 这个改成烤坪 这个烤坪 如果你不想打字的话 你可以按Delete 再按F3 它也可以跳出烤坪出来 它可以帮你什么 放过来 OK 三个加在一起之后 再记得 因为先加减 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你必须先把它 前后刮五 先包起来 因为先加完之后 再除以三 这样不就是它的平均了吗 所以打勾 OK 85 点两下 全部做完了 OK 那比试的话 成绩其实就是哪里呢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成绩 占30% 这个成绩 占70%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的 把这个成绩 等于什么呢 等于 前面这个成绩 乘以0.3 加上 加上这个成绩 乘以0.7 应该没问题吧 它的 那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把 不用锁定 直接就打勾就可以了 平均 最后合计 合计的话呢 题目是要我们怎么样合计呢 合计是 把什么 考核乘上0.6 比试乘上0.4 然后呢 用run的函数呢 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所以我们可以分两阶段来做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这个等于 这个乘上 乘的话是start 这个信号 0.6 加上 这个点一下 乘上 0.4 那打勾之后 当然它没有四舍无路 它这个地方 如果是要正确的 四舍无路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你可以再把它剪下来 插入一个函数叫做run的 那run的那个函数 刚刚也用run up 实际上它的位置应该是在哪里呢 应该在数字里面吧 数字里面 找一下应该是run 这边有没有run找到了 那run是四舍无路 刚刚是run up 是无条件进位 run down 刚好是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我们用run OK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输入多少呢 1 84 有没有 本来是83.44 那四舍无路之后呢 4就舍去掉 因为取到小数点第一位 按确定 点两下 OK 那最后的话 就是名次了 OK 那名次我想等一下再讲好了 因为一下讲太多了 怕各位消化不了 再重复一遍 关键的地方 深等 加一个value 记得把它刮起来 重点主要是因为 文字跟数字不相等 烤坪 烤鸡 有没有 记得用这个甲 去查出它是多少分 用这个甲 去查出它是多少分 用这个去烤坪里面 查出多少分 相加除以3 那比4的话呢 就是这个乘上0.3 上面有了 这个乘上0.7 再合计的话 再把它小数点 取到小数点的 第一位 试试看好了 那那你做完之后 当然还有其他 另外右边有三个工作表 它的公式是一模一样 所以怎么样比较快 可以让其他工作表 也具备有一样的公式 这个等一下也会一并再来讲